大家好,很多花友都觉得杜鹃花非常难养 那么为什么杜鹃花这么难养呢? 其实是因为杜鹃花它的根系特别的细 而且它又是浅根系植物 那么既然根系遍布在盆土表层 根系细弱的话,它既不赖烙又不赖干旱 盆土过多浇水容易积水难根 但是浇少水的根系容易干枯 而且它根系特别敏感 它又是一个典型的洗装花卉 如果一旦水质偏碱 这样就会刺激到它的根系 影响到根系的吸收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其实解决的问题很简单 只需要两招就能搞定 首先第一招就是在浇水的时候 我们这个水一定要调节好水质 调节到一个偏酸的条件 然后才能够浇灌给杜鹃花 特别是一些北方地区 那么我们调节水质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在里面加上燕米原路 将它与清水稀释500到1000倍左右 然后再给杜鹃花浇灌就可以了 这个叶米原路不仅可以调节水质 而且还可以为盆土补酸又补菌 第二招就是我们在给杜鹃花浇水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透与不透相结合的浇水方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说等到杜鹃花盆土表层干了 干到一个两分左右 我们就可以先用喷壶 给它在盆土表层喷一喷 不要马上浇水 这个时候马上浇水很容易积水难根 但是我们这样喷一喷的话 可以把表层喷到一个偏润的状态 这样的话就可以补充水分 又能避免烂根 然后后期只要盆土表层发干发白 我们就给它喷一喷 一直等到盆土底部的干到一个六七分左右 我们再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杜鹃花的养货就轻松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